胸吊是什么呀 都不记得咯 请留言跟我说吧 怎么办我中文真的变奇怪咯 好吧 大家好 我们家宝贝下个礼拜五 手术啦 是什么样的手术呢 我不知道这个手术的中文名 但是 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那个 中文化手术 大家好 夏天 今天的影片 我要讲中文 巴斑 我一月底去台湾 回韩国以后呢 二月三月四五六七八九十 到八月底 不能去台湾对不对 所以我 半年以上 太多时间没有讲中文 我觉得 学外国 语言 学外国文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 自己说话 自己说话 哦 大家好 我是 五夏天 我是韩国人 是 我是韩国人 我怕有些人不敢相信 在台湾 在台湾中文的时候 就知道 这位是台湾 啊 这位是 这位不是台湾人 这位明明就是外国人 我是韩国人 我是韩国人 韩国人 我生了 20年多久 在台湾中文 在台湾中文 我一直在台湾中文 在台湾中文学中文 是 2014年 2014年 6年前 台湾中文学中文 不是吃饭大学 吃饭大学 是的 嗯 打字 看字 是还ok的 但是 讲话的话 好像有问题了 上次 我的韩国飞乐 那边 我讲了 一点点的中文 然后 你们发现 我的中文好像有问题了 嗯 今天的影片 是 我要看一下 我有没有忘记中文 这些明信片 都是 以前台湾的朋友们 写信给我的 那时候我的订阅者 没有这么多的 那时候的朋友们 他们问我 我的韩国地址 然后在台湾 写信 寄给我 这些都是台湾 来到韩国的 珍贵的明信片 当然 这个我记得 我记得内容 因为当时收到明信片的时候 看了内容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因为他很了解我 那时候我 我这么想 哇 哇 有人 这么懂我 这么了解我 这真的很幸运 哒 是 他有写名字 陈 陈 厚 云 陈厚云 是吗 陈先生 他住 云林 我看一下哦 上面您好 我是 台湾 云 云 云林 人 很喜欢Summer Summer Summer 喜欢自由 茶 狗狗 美式 朋友 还有大人格 谢谢Summer 介绍台湾 喜欢台湾 葱 哦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其实明信片不少 很多的 所以 没办法全部 这个明信片的话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这是在 韩国的 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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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朋友是我的好朋友 是台湾人 他去年在寫明信片寄给我的 我很喜欢他写的文章 全部都是中文 我看一下吧 可能 有可能 看不懂 麦 五夏天 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 我 我现在 在基佐岛的海边 觉得好幸福 在 今年 发生了好多事情 有开心 难过的 但是也因为这些时间 你都在旁边陪我 也在我们家住 所以 我的心情变得很舒服 常常都是这样的吧 有时候我们 两个不在 对方 旁边 可是你知道我也知道 只要 想念 鼻子 我们就可以马上见面 然后 什么 都没事了 这个有点看不懂 知道了 我们就可以马上见面 然后什么 就都没事了 喝喝 可以 认识你真好 未来 未来 也要一起生活 祝幸福 健康 我爱你 2019年12月31号 3点10分钟 2019年的最后一天 我们真的没想到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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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地球 世界变成这样 有点难过 反正 嗯 我朋友 不管在哪边 我都会 感受到 他每天有支持我 鼓励我 我也有支持他 棒棒 可是 影片 这支影片好像他不会看到吧 如果有看到的话 小姐 请留言 给我 Energy 好吗 好像 没有 退步了 有退步吧 当然有 真的 因为半年没长 好像要开始学中国了 其实 我们韩国的疫情 情况 好多了 本来是好多的 但是呢 8月15号 以后 我们现在情况很不好 台湾新闻有报道了吧 因为 有些 嗯 嗯 其实我不想说 因为真的很不开心 也有点丢脸的 所以 今年 今年可能 真的没办法去台湾了吧 所以呢 我觉得好像 要 拍 出一点的影片 讲中文的影片 这样的话 我也可以练习中文 也可以跟你们过通 我现在 一直觉得 我的中文 不喜欢 不喜欢 不满意 不满意 发音不清楚 发音是 最重要的部分 我讲韩文的时候 韩文很好 我的发音 很好 很标准 很清楚 中文现在有一点 不是有一点 很奇怪 你们觉得 今天的影片 好看吗 请多 多留言 给我 分享你们的意见 也可以说 一些 嗯 影片的想法 看这个 我手上了 手上了 胸掉是什么呀 都不记得咯 安妞 怎么办 真的完蛋了